《圣经》 今天的圣经 我们讲到耶稣问他的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事实上那些宗徒跟随了耶稣 或者已经有一段时期 耶稣觉得他们更清楚自己的身份 也想那些门徒知道清清楚楚 究竟他们跟随的这个人 这个神 或者他们所期望的这个伟大的人 是什么人 于是就问他们 首先他问他们 你们认为人家以为我是谁 他们就说有很多东西说 不用我说这么多 但是耶稣最后问他们 你们呢? 你们认为我是谁 那时八刀六就说 你是天主子 你是墨西亚 耶稣就欣赏他的答复 就跟他说 你真是有福 是天主启示你 给你有这个答案的 不过 不过 接下来耶稣就矫正 就是怕着他 有所误会 于是就跟他说 你们知不知道 墨西亚将来会受苦受难 然后会死 当时八刀六听到就说 不行 这样怎样可以 耶稣即时就跟他说 撒旦 离开我吧 各位 我相信我们大家 跟随了耶稣 都有一段年的时期 或者今天 如果耶稣都问我们每一位 你们认为我是谁 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答复 或者 有人一直跟随耶稣 都认为跟随耶稣没有死的 因为耶稣会帮他 是一个正所谓 有求必应的米饭班主 如果我们这样 跟随耶稣 可能我们有一段时期会失望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求的 求不到 或者 有人以为 跟随耶稣 为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光荣 是为自己的光荣 不是为了天主 但事实上 耶稣是谁 我想今天要我们大家 真的切实地答复一下 照我自己认为 耶稣是天主子 既然是天主子 就是最爱我们的神 耶稣是 为爱我们而钉写十字架上的天主 既然如此 我们跟随祂 我们都要准备受苦受难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理的准备 我们知道天主爱我 就算我将来会遇到多少艰难困苦 我仍然都会安然接受 因为我知道天主不会害我 他为我死 好像圣保禄中途说的 我就算遇到几多灾难 我都会恩着基督于大获全盛 所以各位 让我们今天自己切实地想一想 我跟随祂的主基督是怎样的基督呢 天主报仁